花莲在地企业风光聚能公司将在6月10号晚上在文化局演出 爱让我们团聚慈善音乐会 19号在美伦国中行周独策馆举办会前宣传活动 而现场除了美伦国中合唱团带来两首精彩的演唱之外 韩林美议员以及花莲生命县协会理事长江耀诚 也到场支持本次的活动 主办单位风光聚能公司表示 这场运演会要特别感谢花莲县文化局共同主办提供场地 并且赞助场地费用 现任韩林美以及张悦成理事长的协助指导 以及中心电工机械公司 亚太环境科技公司得知之后 也出一份力量来共享盛举 另外也很期待我们从宜蘭来的好朋友 上次有看到我们林董市长船的录影带 真的是国家集结演出啦 也好像是第二次到花莲来的 对啊我相信应该给花莲这些乡亲喜欢 博乐的乡亲有不同的感受 当然还是要更更更更感谢我们文化局 两位我们以前的同仁大家掌声鼓励 因为最近上个礼拜在那个文化局的演艺厅 经过我们这些同仁的努力 他的整修之后哇真的是气象一心 那个无论他的那个挡影板嘛 还有他的里面设备都非常非常棒 光光聚能在今年度曾邀请宜蘭聚乐坊 来到花莲必施大交往音乐举办 寒冬所长感应该会 国业音乐乐生 聊到在院童的动人哼唱 温馨气氛感染现场所有人 希望透过这场音乐会结合社会大众 以及企业的力量一同来共襄盛举 也让听众在享受音乐的同时 能够关注到许多需要帮助的在院律师团体 最终达到抛砖语语的效果 记得请忘记黄小伯老